你現在再把這個問題勾起來 我們就很難進行了 宮崎也把問題搞複雜了嘛 不要再決定了 偶爾一見農抗議 講了半天他講頭一頭 然後他講三個問完 三個回答 你怎麼可以這樣的 這大家看得很清楚嘛 不能這樣的 保持素敬 接下來請黃國昭總召發言 莊瑞選委員請準備 謝謝院長 剛剛依照院長的才識 針對有關於目前 立法院執權行司法第15條之四 就發言的時間 人數 順序 政黨比例等事項 那請我們台灣民眾黨黨團發表意見 那其實我剛剛在發言的時候 某個程度上 我其實剛剛院長垂詢的事項 我們都已經具體的表明 我再清楚的說明一次 整個發言的時間 人數 順序等等 我們都願意遵照 就是院長 只要政黨比例之間 彼此公平 我們不會有太多 太多其他強烈的要求 那只不過說 在上一次發言的時候 我曾經跟院長報告 就是我們如果這個黨團協商 要能夠聚焦的話 就按照院長才識 需要大家協商的事項 來進行協商 因為這是剛剛院長所提 依照現行法的規定 我們要針對 剛剛所說的 發言的時間 人數 順序 還有政黨比例的事項 我們現在來協商 那只不過說剛剛很遺憾的 就聽了民主進步黨黨團 柯建民總召 他剛剛所發言的範圍 其實顯然的溢出了您剛剛 指示要協商的範圍 大概從1997年的修憲 講到目前的朝野協商 到底要有什麼人才能夠參與 各式各樣 不是我們現在在協商的事項 全部搬到檯面上面來說 那甚至指民道性的 說我迴避問題 讓我覺得非常的困惑 我們現在是在黨團協商 各黨團表示意見 還是正在進行政黨的憲政辯論 我不客氣的說啊 有核線沒有核線 恐怕也不是在座的幾位 說了就算了嘛 你主張違憲 你有你的看法 我不同意 我尊重 事情就這麼簡單 那你如果說真的要講到柯建民 當初在講幾問幾答 他剛剛一直在解釋 說那是馬錫會 他就是不要讓馬英九來 我看了一下時間很奇怪 當初柯建民 跟潘孟安 就我們即將要就任總統府秘書長的潘孟安 說要請問其答的那場記者會 是在2012年4月10號 4月9號或4月10號所召開的記者會 因為我看潘孟安他臉書的貼文 是2012年4月10號嘛 那問題是馬錫會 是2015年11月7號發生的啊 那所以是2012年4月9號還是10號的潘孟安 加上柯建民 先坐著時光機 預知到三年多以後 會發生這樣子的馬錫會 所以呢要提前三年多 用所謂的疾問疾答式政治工坊 就是沒有要讓馬英九來當作藉口 我覺得這個 這已經不是邏輯錯亂的問題啊 這個是根本就背離了 歷史客觀事實啊的問題啊 那我必須要再跟院長報告一次 就如同我一開始前一次發言跟您說明的一樣 我們希望能夠遵守 您立下來的一些規則 以及發言的範圍 那但是這個規則啊 不要好像只有少數的人要遵守 用在柯建民身上就不適用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說啦接下來的討論啊 就會開花 就會開花 但我必須要 為什麼我要強調這一點是 開花的責任不在我們身上 那最後一點 我們依照目前憲法徵修條文 以及立法院職權行司法 我們提出我們的提案出來嘛 那如果有黨團認為說 喔這是所謂的違憲或者是什麼樣 我們作為一個憲政民主國家 是不是違憲恐怕也不是誰說了就算嘛 那你就依照我們現在憲政民主的機制 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嘛 立法院做了決議了以後 那如果總統他認為違反憲法 自然難行 那總統有總統自己的憲政手段 可以去做處理嘛 那所以回到現在所增結的是 我們所提出來的提案 希望邀請賴清德總統到立法院 就國家大政方針進行國情報告 那我們就依照立法院職權行司法 目前第15條之四 需要協商的事項 我們好好的來進行協商 那協商的部分有共識的就有共識 那沒有共識也沒有辦法 因為坐在這邊就不可能強求有共識嘛 但我們最起碼是盡心盡力坐在這邊 把該協商把該討論的事情 好好討論出來 那不要再做一些超越範圍太久以前 要從回顧台灣的民主發展史 那每一個人在這個民主發展史裡面 所曾經做過的事情 然後談到自己的臉書發言 然後談到朝野協商的時候 到底誰可以來誰不可以來 我覺得啦 我們現在在進行的朝野協商 每一個人的發言 真的 關心的公民大家都會看 那所以我也是很懇切的 跟院長表達我們的看法 就有關於15條之四 發言的時間 人數 順序 政黨比例等事項 我們就 按照公平的原則來予以處理 台灣民眾黨不會強求 那如果說 我們現在針對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15條之四 所在進行的協商 有人說是知為莫節的事情 根本不需要討論 那也不需要協商 那我們就在這邊一直坐著 全部都在繞圈子嘛 柯建民繼續坐在對面主張 指責中國國民黨跟台灣民眾黨 所提出來的東西是違憲 那我就坐在這邊負責任的跟你講 我認為沒有違憲嘛 那接下來的關鍵點是什麼 接下來的關鍵點就變成是 是不是違憲恐怕不是你柯建民說的算 也不是我黃國昌說的算 我們的憲政民主體制 要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 以上是我們的看法 謝謝 好 謝謝黃國昌總召的發言 接下來請莊瑞雄幹事長發言 傅崑吉總召金主長 謝謝院長 我想啊我們 按照我們的立法委員職權行使法 的規定是說 我們立法院本來就得 聽取總統的一個報告 那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聽取總統的到立法案的這樣的報告 那代表說 那個發動權還是在於我們立法院 也不是總統想來 他就可以自己說我要到立法院來 那第二個就是說總統呢 他就他的質詢相關的國家大政的方針 我們得知請立法院同意以後來 他想來 也要經過立法院的一個同意 所以很顯然的 也就不要去扯什麼新民意 舊民意 兩個都有民意 只是兩個人的民意基礎不一樣 總統的民意也不會輸給立法委員 總統是這樣子 這個幾個政黨幾個人選出來的 立法委員當然民意也很深厚 那問題就是說 確實按照憲法的一個規定 總統確實不是立法委員監督的一個對象 那立法委員對總統 對憲政機關愛怎麼罵 那當然怎麼罵都可以 但是重點來了 重點就是說 那我們今天 我看民眾黨跟國民黨 對於總統到立法院來做報告這件事 民眾黨的態度就變開放了 那是不是院長就是說第一個 憲法的規定還有我們禮拜五那天 大家的講法是說總統要到立法院來 三黨都表達歡迎 第一個就是要來這件事情就沒話講了 那只是說來了以後 就變成說是這個人數 到底是一個政黨是幾個 順序民眾黨也沒有一件了 這他也都沒意見了 那時間人家他也沒意見了 那就看看國民黨 我就不曉得國民黨你再提出來 我就聽不懂了 所以大家可以聚焦 行政院長是不管你立法院同不同意 行政院都必須要來的 這本來就必須要來的 所以他這個絕對不會是什麼 總統到立法院來報告的一個 任何的一個條件 所以我們把它分開了 行政院長不管如果你總一定要來 只是說時間我們立法院怎麼樣來做 大家朝野協商來做一個決定這樣子而已 那所以呢 把這樣子邏輯把它確立下來以後 如果大家覺得說想成就這件事情的話 從新總統也想來 之前大家認為只要和縣的部分 那就不用在那邊繞來繞去 上來就先攻擊對方三分鐘 這個大革舞弊啦 謝謝莊瑞雄委員精闢的發言 謝謝啊 講得非常好 對不起啊 請傅崑奇總召請 謝謝院長 這本席第一次發言 從提案說明以後啊 院長開放給大家 針對 這個賴總統在大選前表達 希望如果有機會他當選後能夠到 我會來做國情報告 那依照我們的自權行事法 也依照憲法徵修條文的 這個第四條第三項 我想我們自權行事法也寫得很清楚 院長剛剛也不斷在聚焦 就是到底 我們發言有多少時間 多少人數 我們的順序是怎麼樣 那政黨比例是如何 我想剛剛韓院長針對這個問題 已經請教各政黨請教了 算起來我們從兩點講到現在 兩個小時 我想我們再回到重點 全國國人對肥皂局 大家都沒有興趣了 現在應該是要把 我們接受人民的託付 而且賴總統當選人 在賴候選人的時候 就表示他有機會當選 要到立法院來做國情報告 我想國民黨團立場非常清楚 我們會友善大格局 然後也歡迎賴總統 到立法院來做國情報告 那人數的方面 我要特別向民眾黨的 這個黨團三長來表示敬意 他們也表示說 對於這個人數的部分 依照政黨比例 他們也沒有意見 所以我想今天不管是國民黨也好 民眾黨也好 都已經再三再三表示高度的善意 我們不曉得為什麼這兩個小時 還在雲地打轉 所以也要拜託院長 我們可能在草野協商上 我們要特別能夠盡快的 因為全國國人都在 都在我們路上在看 我們光一個人數 然後什麼時間 逃了兩個小時 我想真的 海院長你真的很有耐心 我們聲表敬佩 不過我們格局可能沒有這麼大 在這裡做到實在是好 從提案說明完到現在 第一個階段還沒有進行 所以到底我們的人數時間 因為過去在院會質詢的時候 我們不要說對院長的質詢是30分鐘 那如果說 如果說就專題專案的部分 專案的部分 專案報告的部分 大概一個委員是15分鐘 那過去有771還是要992 771還是992 我這邊因為我們上個禮拜五 抄議協商在院長室的 我們的善意協商 就講得很清楚 大家希望說 這個民進黨團主要幹部 能先請教一下賴總統 到底他希望什麼樣的方式來進行 那我們了解什麼樣的方式 可能我們在溝通稍微快一點 那本席現在再次的強調 人數 發言時間 我們現在在運會的 這個專案報告是大概15分鐘 不管是7比7比1 還是9比9比2 還是9比9比2比3 9比9比3 這個我們都尊重 那順序的話 是大黨到小黨 還是小黨到大黨都可以 那 那個 我想 院長 我們不管是 就人數的問題 政黨比例的問題 發言時間的問題 順序的問題 我們大概都有做的意思表達 好 不過 我還是要在這裡講一下 我們不要再把過去的事情再持續的打轉 好 因為我想這個過去民進黨團 我們在2012年的4月9號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強烈要求急問急答 那如果今天 民進黨執政以後認為急問急答 是在野的時候的一個意思表達 執政以後就不同意這樣的表達 同樣的民進黨 有做不同樣的位置的時候就有不同樣的看法 當然我們也尊重啦 但是總要表達一下 到底民進黨現在的立場是什麼 看法是什麼 賴總統當選人 他本身的意願又是如何 因為 上個禮拜五我們做善意溝通的時候 就再三請 這個民進黨黨團幹部 問一下 賴總統的看法是什麼 我們才能夠就他的看法 來做實質的討論跟協商 但是到今天為止 完全沒有聽到這個問題 或是也可以先不要講賴總統想什麼 把賴總統想什麼 變成你們黨團的立場 現在直接講出來也可以 但是如果我們實在是都沒有進度的話 不曉得說 這樣的協商到底有什麼樣的實質意義 全國的國人都在看齁 大家要不要寫歷史 今天寫完歷史以後 像今天我們黨團友在講這個事情 到底寫了歷史以後 賴總統是以總統的高度 我們是我們這裡每一位都是一百一三分之一的人 我們是見證的人 我們只是見證而已 當然院長高度是不一樣 但在其他的立委都是一百一三分之一 今天已經這麼大一個事情 要讓賴總統能夠寫下歷史 見證歷史 我現在蠻懷疑的 到底民進黨團 今天是要讓賴總統來還是不希望賴總統來 我到現在還聽不懂啊 還是聽不懂啊 到底是來搭台的還是來雜場的 我到現在沒有聽懂 所以啊 今天到底是很奇怪 我們花了這麼多時間 講了兩個多小時 到底在講什麼 所以我這裡真的是 請院長民視齁 好不好 謝謝 柯總長稍微等一下好不好 讓我嘗試性的 不 麻煩你稍微等一下好嗎 因為你在 讓我嘗試性具體的提出來 綜合各三個黨團的看法 大家聽聽看 這個能不能接受 那麼 我們現在開始對於 總統如果到院 國情報告 我們暫定每一個委員 五分鐘時間 大家有意見 回頭可以討論沒問題啊 第二 我們政黨比例代表 九九二 那第三 我們依序 台灣民眾黨 民主進步黨 國民黨 這個都可以調整 完全沒有問題 只是 我們總是把這幾個問題 清清楚楚把它講出來 拋磚引玉 那 如果各位委員同 各位黨團幹部 對我所提出來的有意見 請 針對 我剛剛所提的這四項 直接做出說明 其他 拜託大家就不要再提了 謝謝 請 柯建民總長 好 議員長 我不知道 今天講的核心問題 你有沒有在思考 剛才 副總要講的 假裝笑得很可愛 那講了半天 我不知道他們 你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包括防衝委員也是一樣 我們今天講總統來做國情報告 那是一個 你講九九二五分鐘 那個小事 那小事 但是他來的時候 這個都小事 九九二五分鐘 那個小事 重點 他來是要 急問急答 還是要 要 要 依照憲法 到最後 他得同意回答 當然 這個是一個問題 重點在這個地方 怎麼 一直大家回避問題 然後 說我們是來 找雜 拆台的 我們還委員 真是說 你回去這裡 開臉書 這是憲政問題的討論 何其嚴肅 那洪章委員 現在趕快跑掉 我不像是 缺席的 審判他 但是呢 我只留下一個紀錄 我要對各位所言的 做一些 一些看法 這個很簡單的問題 剛好主要委員 以及 以及中國 我們 我們 專業上委員 都講的這個是憲法 城市的問題 我們現在是在說憲法 不是說總統來 什麼人來 一黨多少人 來的時候 他是要怎麼樣 健行 他的國情報告 這個才是重要 我們可以做違憲性的解釋嗎 黃河昌委員 既然講說 憲法 和憲違憲 是我的看法 他認為沒有 沒有 這個 這個我 我認為 這個非常嚴重 怎麼 現在我要解的這麼簡單 讓大家 我們講 胡椒委員 我們幾個講 很簡單陳述 既然故意列過 故意不聽 是不是他是因為讀 英美法系的關係 我不清楚 還是他到底是 一直要站在對應的面場 對應的立場上 尤其 剛才 傅文旗委員 以及 黃河昌委員 所談的 過去我主張 總統來做國情報告 2012年4月 大家知道 我 一開始就講過 我們曾經要要求 要求 請問及打 但是都知道 這個沒有辦法進行 我不是 我不是只有2015那一次 黃河昌故意把架接起來說 我2012就知道2015的事情 20124月份 那時候 不是只有我民運黨黨團 台營黨黨團 還有親民黨黨團 李同豪 共同開記者會 針對什麼 針對油電商長 針對 瘦羅金 針對情流感 以及油價上廣的問題 還有這個 新式健保 繳會不公平 另外 有一個比較爭議性的就是 一國兩期之憲政檢視 這個是 當初的在野黨聯合開記者會 三個黨聯合開記者會 當然這個是 針對那時候的情況 大家做政治攻防 我承認 這本來就是這回事情 在野黨台灣執政黨 執政黨 執政黨 在野黨台灣執政黨 這是天津地義 即便 我們今天執政被挑戰 也是天津地義 所以不要隱異失憶 什麼2015 15的 我剛才講2015 2012 4月我也講過 所以 那時候卡在什麼 卡在核心性的問題 所以大家心裡很清楚 安長等一下 我並不是在道前子 福文綺講的 這友善大哥級 各一眾大 我搞不清楚 你們講的大哥意思是啥 這是要 所以兩個問完 三個問完再回答 這個是這樣大哥 這個是違憲的 黃孟凱也這樣 主張 福文綺也這樣主張 賴斯法這樣主張 這個徹底違憲的部分 這什麼大哥級 話講得漂亮 但是呢裡面根本沒有辦法進行啊 所以我今天要大家面對問題來回答問題 憲法已經修過了 把後面那一段 比如說1997年把後面那一段 可以 檢討國事提供建議那一段刪掉了 2005年我沒有把它刪掉了 所以就沒有所謂的回答問題 所以希望大家看看憲法很簡單 所以院長我知道你 你一跟我協助我也不好意思 我是講講問題 你所謂的問題 你剛才講的那個都小事 那沒有問題 那沒有問題 那99992那個什麼五分鐘 那這個都小事 重點 憲法來 怎麼樣 建行這個 國情報告 是要怎麼回答 不是同位同道 那個當然違憲 違憲不能講 反正你大家懷疑不叫來 那都沒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 上次就講說請問賴總統 大家是禮貌性這樣講 我心裡知道 這答案就是要在核心性底下 所以 我想 你旁邊那個 昨晚來 秘書長 應該很強 可以 稍微回答我想聽你告見好不好 謝謝你 那關於這個 五分鐘 每一個委員 您有沒有意見 你是完全同意嗎 第二個就是政黨比例992 這不是小事喔 這一定要三個黨團都同意喔 這可 我們已經花了150分鐘 討論這個幾個小結論 這個幾個結論 你怎麼會是小事呢 憲長 我講核心性的問題 我知道 來不及打 還同一同打 那個才是大問題 這個一分鐘就結束了 等一下會討論嗎 我們先把 大家能達成共識 我先提出來 再來 依序民眾黨 民進黨 國民黨 政黨的次序 有沒有意見 請就這幾個 無事業委員 你要再 幹事長你再發言 麻煩就直接針對這個 好不好 謝謝 我真的覺得前提性的問題沒有釐清的話 直接跳入誰幾分鐘幾分鐘 那真的是技術性的問題啦 容我容我容我要說 因為剛剛有委員提到2012跟2015的時間點 這個是直播不是開玩笑的 這是直播不是開玩笑的 我就針對2012年 總統府 馬英九總統 針對要不要來立法院接受國情報告跟綜合問答的這個事情 府方的正式說法 容我把2012年4月26號總統府的發言人 泛江泰基的說法 我必須在這裡還原 因為剛剛有委員提到 不容抹搖歷史 總統府泛江泰基發言人代表馬英九前總統 他說 國情報告的相關程序 應由立法院在符合憲法規定的意旨上 依法來協商解決 但是 根據憲法的規定與精神 總統至立法院發表國情報告 不論是一問一答 或是綜合問答 等等的 背詢形式 都會嚴重混淆 總統與行政院長之間的角色奮際與權責分工 一旦馬英九總統 接受立法委員的質詢 就形同總統對立法院負責 將違背憲政上 明定由立法院長對行政院負責並背詢之精神 所以 范江太基代表馬英九前總統說 若在野黨堅持要求一問一答或綜合問答 都是創下憲政惡例破壞憲法規定 這是2012年的4月26號 剛剛有講到第二個時間點 2015年的11月又再次討論到 馬前總統要不要到立法院國情報告 這個時候我們來看看當時的立法院院長王金平怎麼說的 王金平前院長說 如果立委要上台一問一答 將破壞憲政破壞中華民國憲法徵修條文的規定 因為立法院監督的對象是行政院不是總統 王金平院長說總統不是受國會監督的對象 如果質詢就違憲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因為剛剛有委員講到2012的時間 他有跳到2015的時間 完全去脈絡化 把他對於事實錯誤的理解 要帶在柯總召民進黨的頭上 這當然我要還原清楚 我手上這些東西 我都在司法法治委員會質詢的時候 清楚提出來過 所以呢 我確實同意幾分鐘幾分鐘 那是技術層次的問題 但是到底可不可以接受一問一答 或是綜合回答 用馬英九當年2012的標準 他是認為綜合回答也都逾越了 總統不對立法院負責 是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的憲政慣例 這是當時的國民黨馬英九前總統 所以回過頭來 我認為這個事情必須釐清 因為大家如何看待 大家不要這麼便宜行事 覺得說我們現在敲好7比7比1 或是9比9比2 一個5分鐘或是15分鐘 然後這個 其實落入這個邏輯 就等於在場的立法委員 認同總統必須接受立法委員的尋答 這就是違反了憲政的精神 所以先把這個前提講清楚 那剛剛講9比9比2或7比7比1 好那總統的回答是如何 時間是什麼 不要忘了喔 過去的馬英九前總統的那個說法是 即使是綜合問答 他都認為這是逾越了憲政的分級 所以重點在回答的部分怎麼來安排 謝謝 容我提醒一下吳士堯幹事長 你們民進黨三長做的 就今天總統國情報告的事項 莊瑞雄幹事長講的最大氣 最大氣 為什麼 他幾乎完全認同 請總統來 讓總統創造歷史 另外一個吳士堯幹 我必須要講 你說一問一答四個字 剛才國民黨民眾黨根本沒有提一問一答 也不認同為尋答 你現在再把這個問題勾起來 我們就很難進行了 因為他們已經講 沒有 民眾黨剛才國民黨都已經講得很清楚 他們尊重總統最終採取的什麼形式 但是我們先把這三個問題 釐清時間 政黨分配 政黨次序 接下來我們就要討論 同問同答 一問一答 還是政黨問完以後 由賴清德總統來答覆政黨之間 一個part 一個part的答覆 我們還沒討論到那裡 你現在不要再把它勾起來 你講起來又把問題搞複雜了嘛 好不好 不是我要 剛剛莊瑞雄幹事長講得非常的好嘛 很大氣啊 完全是吻合 我們現在國民黨民眾黨跟你們民進黨 完全高度共識嘛 好不好 不要再決定 有意見 我抗議 講了半天 休息休息 講頭問頭 然後他講三個問完 三個回答 民眾可以這樣的 休息休息 這大家看得很清楚嘛 不能這樣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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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